年节大金门跟小金门的金门大桥开通 便利大小金门乡亲往返行的方便 而这行的方便是否也带来人流跟潜流呢? 就以列宇以往最热闹的东陵街来说 聚集的游客变多了 光是一旁这一家冰店桥通了之后 平时业绩就至少成长三倍 而另外晚上要来小金门餐厅吃饭 如果没有事先预定都要再等上一轮 我第一次来金门玩 然后刚好碰到金门大桥开通 可以交通的便利性伤口还比较方便 有空就过来的 还在贩卖摸索当中 对对对 今天去了麒麟山 然后现在刚好碰到东陵这边 有沉浸式剧场 你刚好像还有穿着军服在体验拍照就对 对 感觉怎么样 很特别的 对对对对对 整个氛围都不太一样 在十万大军的年代 列于东陵街可是有着小西门丁的称号 但随着国军金石案之后 不论是大小金门住民街道都纷纷的没落 东陵街当然也不例外 但在金门大桥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努力下 终于完工通辰 东陵街上的人潮似乎有复苏的迹象 一旁的冰店就直接受力 乔通乔通我们这边大概是三倍 三倍 如果是平常的价值应该人是有 没有像今天那么多 因为我们大概从中午一点排列到现在 现在差不多四点 那上礼拜天上礼拜天 上礼拜天我卖到五点 我所有东西都卖完了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冬天了 如果以往像冬天的话 你一天大概我们店没有一天 那个五十万就差不多 那现在如果家的可以卖到这么两百万 虽然时节进入冬季 但是在极度的气候之下 天气还是蛮热的 来到小金门东陵街逛一逛 吃冰消暑的大有人在 从店门口大排长龙的人潮就可以看出 但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 包括车辆的噪音 停车乱象等等 影响最深的应该属于旧工码头排班的 计程车业者 像计程车的一些观光的影响非常大 像我们以前可能在码头排班的啊 就是有一些那个可以在那边等 但是现在那边就是全部都已经没有人了 等不到人 所以那些人都现在就是在家 都没有工作 很多人来到小金门他都会觉得说 没有什么人 那像那个连环的时候他们都不会照着走 然后开车的时候可能觉得说这里没什么人 然后开得比较快 有有有有 他们对他们来讲 生意大家都忙到非常的忙碌这样子 其他还有待观察就对 对 影响最深 但也是可以做好转型准备的 毕竟金门大桥盖了十年 而机会是留给影响好的人 现在小金门的餐饮业者是直接受益者 但后续的商机是否可以持续的蓬勃发展 我们拭目以待